内码是BigFi 转过去 所以除非你要转成 那个Unicode 或者是要UTF8 不然的话会有乱码的 这种问题发生 之前比较常遇到像什么 转到PHP上面 这个就是 有没有 那个Excel的东西 要转到那个PHP的 那个赤福器上面去 就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主要是微软 它现在没有 跟着那个大环境在做改变 那当然这个地方 顺便讲一下 那最后的话 你把这个公式做完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需要一次哦 一次全部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最后做完就这个公式 那做法上面的话 然后就是 本来是需要什么 需要那个 我们一个两个三个做完 再到这个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不过这个可能进阶做法 如果可以 那表示你应该 这部分没有OK的 也就是你可以把 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那做法上 就是刚刚的东西 全部串在一起 不外乎就是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把 它的 要切字串 的东西给它 后面的话 就是先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L1N A2 就是说它总长度多少 减掉 它转换 有没有 记得要是刮我 它转换成那个 全形之后 有几个字 再扣掉它转成半形之后 有几个字 然后总共这边是十个 就中英文 然后扣掉之后三个 就切三个 按下确定 那就可以把最后的结果 给算出来了 OK 那这个是 如果一次性 全部做完的话 会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请各位一样 刚刚的动作在练习 就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函数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一样 可以在这边开发人里面呢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这个模组里面呢 希望做刚刚一样的事情 就是一个清除 然后一个怎么样 直接输出 那直接输出的方法 当然我刚刚讲过有两种 其实有些东西 如果没有 你不用再插入 我觉得甚至你可以 直接把刚刚的东西 拿来copy 贴过来不就好了 比如说如果 一样我要做练习三种 第一种是清除 清除的话 直接贴上不就好了 范围一不一样 范围好像不一样 不过这个可不可以通行 好像OK的样子 因为一样是B栏 从第二列 是不是第二列 A2的最下面一列 没错 所以清除应该是 直接可以沿用 没有问题 对 可是呢 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半形的这个公式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不一样 那其实呢 只是这个地方公式不同 不过 因为刚刚我把它清掉了 所以这边没有了 那没关系 云端上也有 云端上 我有把刚刚做完的 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 把它Ctrl C Ctrl C之后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 把它Ctrl V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的话 直接执行会怎么样 都是 这个就错了 那里面哪里要改呢 公式 应该是这个 这个A这个数字的 这个A2的数字 不过 理论上应该直接输出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清除跟 一样是 这个名称 一样把它改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